17. 心肠 垃圾 难舍之身 善能护持 难持境界 乐修禅定 而不散乱 一鸣尽行 心能够 常常的 舍弃 这个难舍之身 为什么 因为迟早要舍 不得不舍 不想死 一定必须死 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见 哪一个人一直活着 这是自然规律 生灭本来就无常的 有生必有死 所谓不死 要成佛 成佛就不会死 当然 还有一个方便的法门 就是到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 不会再死 否则 这个世间都要死的 既然要死 这个身体是无常 不如把它奉献出来 这个奉献出来 不是说 现在你就让人家去切割 你就让人家 把你怎么样处理 做科学实验去了 不是这个意思 把自己的身体奉献出来 用于修行 用来护持佛法 当一名好志工 苦和累都不怕 任老任怨 是说这个意思 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其实这个身体呢 越做事情啊 身体越好 有些老人家身体不好了 结果呢 抱了小孙子 这个小孙子格外的难缠 很不容易看 从小就折腾 老人家必须倾尽全力 才能把这个小孩子抚养好 结果呢 身体慢慢好起来 因为他要做事啊 起早贪玩 做那么多的事情啊 所以做事 才能身体好 在家里没事干 动不动躺下来 躺下来看书 躺下来听音乐 躺下来看电视 身体都躺软了 白天睡多了 晚上睡不着啊 黑白颠倒了 晚上睡不着会很难过 所以多多的做事情 哪有睡不着的 脑袋一靠枕头 就已经睡着了 因为每天都是做到 实在做不动了才休息 我们人活在世间是做什么 要做事情的 不是闲着呆着 闲着呆着把生命浪费了 浪费多可惜啊 因为得人生非常非常不容易 能够多多的护持 正法护持 道场 这样又修了很多的福报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要难舍能舍 善能护持 难持境界 有些境界对你来说是比较难持的 好比说你天生的就不饮酒 你吃这个境界没有问题 因为你根本就不喝酒 你从来也没有喝过 也根本不想喝 劝死了你也不会沾的 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啊 贪杯的习惯根深蒂固 你让他断酒跟他 就像要他的命差不多 对他来说 这个小小的戒就叫难持之戒 那就要吃 越是难持越要吃 要下最大的决心 顿断 不要再犹豫 其实有些事情就在于 我们下决心还是不下决心之间 下了决心就其实很容易 不下决心就很难 就拿学电脑来说 不下决心 看起来这个电脑就跟学天书差不多 下了决心 也不过就是按一按这里 按一按那里 就解决问题了 没什么难 有的老人家呢 害怕这个新的科学技术 不要手机 要手机的话永远不能换 还要买原来那一种 换了就不会了 其实用一天的功夫 新的手机就都学会怎么操作了 就是心里边懒惰 不愿意学习 人都有惰性 男女老少都是一样 小孩子也是一样 如果要学 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有些老人家 不会认字 不会写信的 看书看不了 唯独就能诵经 因为在诵经上下了功夫 他喜欢诵 然后找人问这个字怎么念 他有办法 用自己的办法来标音 别人谁也不认识 他自己知道 然后他诵经 一步一步 诵很多 念得很舒 让他去看别的书不会 还是那几个字 换了地方 他就不认识 但是能诵经 这也好 所以只要学习 没有学不会的 我建议老人家们 也都来学学电脑 因为电脑有很多的好处 我们不是用它来玩 我们是用它来学习佛法 有什么问题不懂 打到电脑里 他马上就回答你 当然不是万能 任何问题都有答案 但是能够找到相关的资料 乐修禅定而不散乱 经常把自己的心固定在一个地方 不要乱跑 好比说固定在一句佛号上 固定在一句咒语上 不攀缘其他东西 这就叫修禅定 你要不懂的话 几年十几年过去了 功夫没有 依然一片散乱 说起定的境界 丝毫没有任何体验 如果下功夫 只要一两年 就有很好的定力了 我所说的念佛功夫成片 只需要一年 你要努力只需要一年 一年已经大不一样了 你跟人说话 看书 做佛事 你都不会失去这一句佛号 因为他已经自动化了 你想让他停下来 他也不肯停下来 不是你念 不是你念佛 是佛天天念你了 变过来了 所以要真修实干 要在一个法门上 能够深入 得到利益 但是不要误解 说我要深入 我就一句佛号 我不去做事情 我不去道场 到了道场里心都乱了 因为有的人就是这样宣传 大家不要去道场 在家里修就好了 道场不是哪一个人的 是四中弟子的 是三宝的 那里有佛像 那里有经书 那里有法 怎么就不去道场呢 大家都不去护持道场 那护持谁啊 就护持一个人嘛 你就代表所有了 这个说法不对 要去道场里边 护持佛法 这样才叫志工 没有人去道场 闲着干什么 给谁用啊 怎么样有那么多人 接触佛法 学习佛法 他们从哪里听到的佛法 没有这么多 大大小小的道场 没有这么多 大大小小的法师 没有这么多心情 耕耘的志工 怎么会有这么广泛的佛法 怎么可以说 就钻到家里边就行了 适当的时候 到了一定的时候 不出门 因为家里边 没有其他人 比较安静 可以专修一段时间 这是有必要的 所以说话不要说绝对了 绝对了以后呢 就会有所缺失 如果能够这样修行 就叫进行 是吧 无量众生 与菩提道 而生退向 而我能进 一切进者 而我不退 行住一耳 一鸣进行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 学佛两年 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 向佛要前 这是有的时候 会讲的这么三句话 意思是说 一开始发菩提心的时候 很勇猛 所以有些人讲啊 初心不退 成佛有余 因为初心发的很大 刚一接触佛法的时候 真是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好好地修行 那个心如果不退的话 进步非常快 可是呢 眼睛老 看别人的缺点 看到这个出家人不好 哎呀 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看到老居士 这个不好 怎么是这个样子呢 看着看着呢 心就退了 你怎么不看看 佛是什么样子呢 你怎么不看看 观音菩萨 这些大菩萨 什么样子呢 你怎么不看看 那些高僧大德 是怎么修行的 那么多好样子 你闭入眼睛 不看 你专门看不好的样子 这是谁的问题 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自己障碍自己 你自己自身退堕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不管别人怎么退 我一直往前走 作为佛子 应该是这样的 行坐坐卧之间 不离自己最初所发之菩提心 这样叫做静行 十九 一切众生烧灭善根 而我生之 人所乐生 我今灭之 生死无几 我得其变 一鸣静行 一切众生啊 都有可能 烧毁自己的善根 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 因为不注意啊 但是 烧了没关系 烧了再修 不能说我发了一次脾气了 然后反正也修行没用了 我也改变不了了 我就这个样子破罐子破摔了 这个心态不对 错了以后马上警惕 我发了称心 我惹你生气了 我向你赔礼道歉 你的气还没有消 你的气是我惹起来的 我向你赔礼道歉一次 你不理我 过几天我再来找你 我还是要向你赔礼道歉 不过呢 不要太频繁了 因为他那个气没有消 你要找机会 首先自己呢 是真心的 而不是强迫别人 接受自己的忏悔 给人家留有余地 慢慢让人家 有一个回转的机会 这样就会好 下一次呢 不可以再发火 但是有的人生气 是成了习惯的 又碰一件小事 眼睛突然眼珠子正老大 又开始摞胳膊 挽袖子 说话声音又大了 再犯了以后 再忏悔 慢慢的这个习气 就会消磨 因为爱生气的人呢 自己知道 这是不好的毛病 因为爱生气 自己会生病啊 自己生了病以后 自己烦恼啊 痛苦啊 有些病是很重的 都是从气上来的 所以呢 爱生气的人 我们不用管他 病就会折磨他 让他不要生气啊 难过啊 难过得很厉害 浑身痛啊 痛就是因为生气来的 因为血脉被堵住了 自己还说 堵得谎 当然堵住了 怎么堵呢 一生气 全身紧张 毛细血管 受缩 血通不过去了吧 通不过去 有死血流在那里 然后 不生气的时候 也痛不过去 慢慢的死血 越急越多 就完了嘛 那能不难受吗 你把它放开 心情愉悦 不计较小事 大事也不去计较 谁的事 谁负责 不管我的事 好多事情 我们根本管不了 不单国家大事管不了 别人的好多事情 我们怎么管得了 然后你仔细观察 你不管的时候 地球它照样转了 它不会停止了 这个道场继续运作的 没有谁都可以的 这个关了也没关系 再开另一家了 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的 你不学佛 有人学 你不来 有人来 都没关系的 不怕的 铁打的 丛林 流水的僧 任何道场都不怕人走的 你尽管走 最后你会发现 走多少来多少 没关系的 所以我们呢 不管那么多事情 那些事情该进行 还在进行 我们要管的是 自己的这个心 我们管不了别人 我们管自己 要把功夫下在这个地方 所以的话 别人把他的善根烧掉了 但是我呢 要让善根不断地升起来 为生之善令生 以生善令增长 人所乐生 我尽灭之 世间的人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这些事情 我呢 消灭它 我不去攀缘 修行人和世间法是背道而驰的 方向正好相反 所以说佛法背俗 违背的 懂得这个道理 你才知道 自己如果修行 朋友就会减少 过去的俗家的朋友 酒肉的朋友 一定会减少 但是你不用害怕 道友会增加 不用担心了 有些人说 哎呀 我真是 朋友都逐渐地远离了 我说那些酒肉朋友 那些造恶业的朋友 远离得越多越好 一个也没有最好 因为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那些朋友只会拉你 继续回到生死轮回之中去 回到世俗的烦恼当中去 而这些清静的道友 会促进你在菩提的道路上 往前走 当然我们应该 远离恶友 清静善友 远离恶法 清静善法 人所乐之 我今灭之 生死无忌 我得其变 生死是没有边际的 众生不学佛法 一直轮回下去 没完没了 其实烦恼呢 是可断法 可以断掉 但是要是没有佛法 拿什么断呢 所以 由于学习佛法 生死虽然没有边 但是我可以到达那个边际 就是说断掉烦恼 佛就断了烦恼了 菩萨 大菩萨断了烦恼了 我们是小菩萨 有一天 我们也会断 怎么样断呢 不必等到以后以后再断 现在时时刻刻 刹刹那那就可以断 到底怎么断 因为有的人他会一直问 你只要不理你的本修法门 你念念 在你的法门上 烦恼就已经断了 因为在那一刹那 只有一个念头 不会两个念头并行啊 一念之间只有一个念头 有了正念就没有写念 就这么简单呢 所以一定要有个本修法门 日日夜夜精勤地守护他 这样修行呢 就叫静行 这样修行的女众呢 就叫静行游婆乙 我们再看 游婆乙静行法门极要之二 批舍驱母 闻佛所说 欢喜踊跃 得未曾有 而白佛言 是准 游婆乙法门 富有己行 佛告 批舍驱 有实行法 汝因修学 何谓为实 批舍驱的妈妈 也听到了 本来佛是对批舍驱说的 但是他爸妈也听到了 听到以后 他非常的欢喜 得未曾有 就是没有听过这么殊胜的法 然后他对佛说 世尊呢 在家的女居士 那么还有一些具体的 还应该怎么行啊 佛说还有十种 佛可以说无量的 你要问一下 问他就一直说 这就叫情法呀 这第一就是修布施了 二者见五根过 乐持进阶 这是持五戒 三者见在家过 乐欲出家 现在台湾呢 出家人呢 减少了 大陆也一样 我出家的时候还比较多 为什么 我思维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国外 我也不知道是增加的减少了 回国才知道 减少了 怎么减少了呢 原来出了家的很多还俗了 为什么还俗 因为有钱好赚呢 当时为什么出家 因为当时经济不发达 赚钱不容易 还不如出家当和尚 现在想一想 科学发达了 经济腾飞了 现在经济形势很好 不是现在这个低潮啊 说的是前一段时间 前几年 哗哗哗都回家了 另外有的人呢 由于经济发展了 那么居士的供养比较多 做了一个僧人以后 学会敲打 唱年走走 跑跑 哇 钱得了不少了 有了钱以后攒起来 回家可以盖房子 娶老婆生孩子 所以回家了 另外在修行当中 可能碰到合适的人了 然后就交朋友了 就走掉了 由于经济好了 新出家的人呢 他不愿意出了 所以就少了 这是一种情况啊 过去大陆一定是男众 比女众多得多 我说的是出家众 现在据说形势也在逆转呢 像台湾一样 女众开始多 男众就减少了 台湾是女众绝对压倒男众 出家众很多都是比丘尼师傅 这是末法时期的现象 也用不着奇怪 但是有一种情况不一样 如果某一个道场 学比较深的法门 男众会多 女众就会少 为什么 因为男众的善根 必定逼女众 好 男众的障碍比较小 男众他比较聪明 他不去太贪然世间的事情 所以 浅的地方呢 女众多得不得了 可是一到学深法的时候 女众就很多人不参加了 因为听不懂 他不学了 男众的一看有深法学就来了 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应该知道为什么 佛呢 让我们 见在家的过失 我们是没有办法了 并不是在家有多好 没有办法 出不了 有障碍嘛 那赞叹出家 应该是 能出家 尽量出家 如果障碍人出家 是有很大过失的 出家人少说明 世间人呢 对世间的利息贪 贪放不下 所以不出家 四者 见疑惑过 乐修智慧 疑惑就是不明事理 不明事理就是无明 无明就是烦恼 所以呢 要想算断烦恼 必须修智慧 因此要乐修智慧 五者 见懈怠过 乐 勤精进 每天我们到了晚 晚上上课的时候 都会念 普贤菩萨 景重记 事已过 命已随俭 如少使鱼 似有何乐 过一天少一天 一个人如果活一百岁 也不过是三万六千日 就这么一点点 过一天肯定少一天 不会再多一天 就像鱼在池塘里面 这个池塘的水 它没有新的水补充进来 天汗的话 一天比一天少 最后的结果是水都干了 鱼都死光了 每个人 等待的就是最后 全部死光光 那在活着的时候 要抓紧时间修行 因为本质上人不会死 死是一个假象的 一定有六道轮回 所以我们不想轮回到不好的地方 我们想到好的地方 那就一定要修行 六者 见称会过 乐修忍辱 称会刚才我们讲过 有种种种的过错 有种种的过错 会损坏自己的身心 所以要远离 怎么办呢 乐修忍辱 修到什么程度呢 忍而不忍 我不用强压怒火 七者见妄语过 而乐忠信 不说假话 说诚实言 刚才我们讲过很多 在道场里面 不应该乱讲话 其实回了家 也不要说那么多的话 不能说从道场回到家里了 我可解放了 放开来乱说一通 在道场里不能讲的话 回家就讲 回家也不要讲 道理就是 你讲一次 烦恼加重一次 讲一次烦恼加重一次 然后你变成烦恼的习惯 你怎么解脱 没办法解脱了 所以不要说很多的话 八者见乱心过 常乐禅定 九者见醉苦过 而乐慈悲 使者见苦乐过 乐行舍心 这个行舍是一个善法 舍的法门非常重要 不单是让我们舍离我们的贪嗔痴 还是要让我们舍离 我们低的修学层次 也就是说你要上二年级 要舍弃一年级 不能总上一年级 你要想上中学 小学要毕业 然后舍弃小学 进入中学 就是这个意思 你要想正斯托汗 要舍弃虚托汗 不能总修第一个层次 我们不能总上小学 不入中学 有的人修行十几年 几十年 还在小学 甚至永远是上一年级 哇 这个真可怕 他没有增长 智慧没有增长 禅定没有增长 持戒方面没有增长 一说老菩萨 非常好 非常高兴 老菩萨是老了 而且也是菩萨 问题你修学有增长吗 这个要扪心自问 只有自己知道 到底学了多少东西 有的时候 我会问一个 非常简单的问题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 因为他嘴巴就会说的 可是一问就不会说了 大家都送心经 心经都会背了 因为那么短 然后我就问 五蕴是什么 什么叫五蕴 一问眼睛老大一睁 说不上来了 心经里面色受想行使 你怎么就不会说了 他就是不会说了 他只会背 因为从来没想过这个经典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没有钻研过 只是背而已 所以文思修 要次第深入 文而后思 思而后修 要落实 佛对批舍驱的母亲 说了以上十种 三 批舍驱母 更增上问世尊 菩萨于进行法门 有几练着 助于世间 不得解脱 佛告批舍驱 进行法门 前诸菩萨 有其附着 助于世间 何谓为其 批舍驱的妈妈 很不简单 佛讲完以后 她会下一步再问 我们一般的问法呢 大概问三句 后面没词了 不会继续问了 会问的 她会一直问下去 所以道场里边 会问问题的菩萨 要带重情法 因为你会问 你就一直往下问 事先要多索准备 因为这样能够互动 能够学得比较生动 比较切合我们的实际 所以问问题和回答问题 是修学当中 非常重要的课程 我们看佛经 佛经都是弟子问问题 佛来回答 都是这样的 皮舍驱问佛 菩萨在修 进行法门的时候 他会有几种 恋着 贪恋执着 恋恋不舍 舍不掉的 因此呢 助于世间不能解脱 佛告皮舍驱的妈妈说 修进行的法门 菩萨呢 有七种 可能被附着的事情 注意事间 拿七种呢 下面就讲 一者 若我得度 世间未度 我欲度之 我要得度了 世间还没有度 我呢 应该去度他 注意佛的后面 有别的意思 在里面 二者 若我得度 世间未度 我欲度之 三者 若我已觉 世间未觉 我欲觉之 四者 若我已调 世间未调 我欲调之 五者 若我已安 世间未安 我欲安之 六者 若我成道 世间未到 我欲导之 七者 若我已得 涅槃 世间未得 我欲 令其入于涅槃 批舍去 是为菩萨 七种炼着 注意事间 不得解脱 你听这个话的意思 好像是 这样修行菩萨 就贪恋 世间法 不能解脱 但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样的 什么意思呢 菩萨要度众生 他不是为了自己 单独一个人解脱 菩萨要永远和苦难的众生在一起 但为众生得利苦 不为个人求安乐 这是菩萨的精神 因此呢 如果我已经度了 但是世间还有那么多的众生 没有得度 我应该不离世间 继续 祝佛法化 和佛在一起来度众生 就是这个意思 其他的七句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像小圣的人一样 发心 发心只解脱自己 那最后有一个结果 入了无欲涅槃 无欲涅槃 叫灰身灭之 这个身体消失了以后 不会再有下面一个身体 而轮回呢 一定会有下面一个身体 所以菩萨呢 不证这个无欲涅槃 或者说菩萨虽然能够证得这个无欲涅槃 但是呢 他不去进入这个无欲涅槃 因为如果一旦进入这个境界 他就不能再出来 没有身体 没有办法 在世间上 世界在现身 不可能再修学佛法 自己不能成佛 也不能再度众生了 所以佛是不赞成走这一条路的 佛只是教解脱的法门 可是不让菩萨入这个法门 因此呢 菩萨要继续炼着世间 是为了度众生啊 出地的菩萨能够断烦恼 已经有能力了 不断 留一点点 为什么呢 要留或润身 使自己能有下一个身体 继续留存在世间 学习佛法 度众生 积攒成佛的资粮 这齐具的核心意思 是这一个 先回答一点问题 请问师傅 您说不能饮酒 但是一般人会把酒用在主菜 或是药饮上 是不是也都不行 不行 持戒的人不干这傻事 还在别的地方有一点点 药断断的干干净净 我给大家说过 那个所谓的无纯啤酒 但是因为它叫啤酒 我也不许喝 喝上去味道跟啤酒一样的 其实我本心我不想吃台湾的那种 那种素食 因为它跟真的差不多 有一次 有一些居士从台湾弄过去很多 那是我刚出家不久 所谓的那个素肉 包括羊肉串 它看上去 吃上去和真的根本就没有区别 仔细把它掰开来看 的确是豆制品 不仔细看 色香味跟真的一样 所以很多比丘 然后以后就不吃了 谁爱吃谁吃 他们不吃 他们怀疑这个是真的 就说我不犯这个嫌疑 既然它和真的肉的味道是一样的 我为什么吃它 我就把它当真的不去吃的 不是真的我们都不去吃 何况这是这个什么药酒啊 煮菜这是真的酒 不放它不行吗 我们在道场煮的那个素食 没有放这些东西 不是照样很好吃吗 所以持戒的人不犯这个嫌疑呢 至于说药酒 前提必须是医生给你开的厨房 说你要用这个酒 然后呢 白种方福 你要跟大众讲 因为医生给我开的 我去喝 为了治病 在这当中 如医生说的那个量 不可以多饮 多饮就有贪杯之嫌疑 另外 病一好 马上停止 不可以继续用 不可以假借这个机会 就多喝酒 白种方福的意思是说 大家在送菩萨戒的时候 要跟大家讲 现在我们很多人受了菩萨戒 但是却不送菩萨戒 不送菩萨戒是饭戒的 菩萨戒条里面有的 受了菩萨戒一定要送 一般来说是在共修的团体要组织这件事情 半月一送 如果道场没有组织 几位菩萨要在一起 或者来道场或者在家里面要送 在那个时候呢 就要跟大家说这件事情 如果没有这种机会是道场的志工 要跟别人说 我饮酒 医生开的 因为什么呢 你可能嘴上带着酒气啊 你刚饮完药酒 这个嘴巴上有酒味 别人说你喝酒了 这不大家闹误会了吗 所以要让别人知道 这样就不犯戒 师父阿弥陀佛 我们家是务农 那在持不杀生戒时 要怎么办 这个意思呢 我知道就是说打农药的事情 或者呢 除地 地里面有小虫子被处死了 耕地的时候也被翻出来 太阳晒晒死了 都有可能 所以佛让比丘呢 不能从事生产 其中有深刻的含义 就在这里 甚至佛说 出家人不可以脚踩生草 就是这个草是活着 不可以到上面去踩这个草坪 因为草坪 那个草叶子下面或者是什么地方 它有小动物在上面 你踩上去把它踩死了 眼睛看不到 所以才又结下安居一种事情 到了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 这个期间 大家观起来 在这个道场里面不出去 专精用功修行 因为那个时候雨季 虫子出来好多 大大小小 你一不小心就踩 甚至你很难走路 但是在家的居士怎么办 问的意思就是这个了 要把这种逆缘 业障变成修行 就是你要精勤的念佛 持咒 诵经 等等 回向给这些 你没有办法杀害的这些动物 给它们回向 给它们做三规 给它们回向 让它们能够往生极乐 或者生到善处 听闻善法 归以三宝 发这个愿 所以你没有杀心 你没有杀的心 你有的是慈悲心 无可奈何的心 这就不成就杀业 因为要成就杀业 必须要有杀因 这个杀因就是起心动念 你没有这个不好的起心动念 所以就没有杀业 你在这当中 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 我曾经讲过 不止一次寺院里面 用大杯水去喷那个菜 虫子就走掉了 走到哪里也不知道 反正下面没有死尸 死尸啊 没有虫子的尸体 虫子都不见了 那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神力 我们念大悲众念了很多 喷上去虫子也不跑 所以我们只好喷农药了 喷了农药 那个就是都是那个虫子的尸体了 喷农药的时候 之前你要在地里走来走去 跟那些虫子三番五次的说 我要撒农药了 没有办法了 你们要离开 我是为你们好啊 我不想杀你们 你就这样讲 有一些他是能够听懂你的话的 他就走掉了 他走到哪里 你就别管了 到最后一天 你已经说了好几天 到最后一天 你跟他讲 明天我肯定要打药了 最后一天你别忘了走 你赶快走 那没走的那就要死了 那就说他的 这个虫子的寿命 到那一天就停止了 他的命就是这样的 你就把药撒下去了 撒下去他就死了 但是呢 他们会因为你的解说 给他们做三规持咒诵经回向 他们会生到善处 你把这一场事情变成了佛事了 就这样做就好 阿弥陀佛请问师傅 所以就闻不到了 你不能离开 你继续读诵 你知道有香味就好了 不去攀缘那个香味 心不离开经典 香味继续在 你攀缘 他就没有了 所以所有的境界都不可以讲 一讲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修禅定的时候 丢失正念以后 不可以后悔 因为后悔又是一个杂念 会影响你修禅定 正确的方法 马上回到你的本修法门 就好了 所以这件事情呢 闻到香气以后 心里边不生欢喜 不生 就是有了香味 不生欢喜 没有香气 不生懊恼 赶快回到自己的本修法门 香气会继续进行 但是这只是其中一方面 有没有香气都无所谓 闻到香气其实很普遍 很自然 因为芥有芥香啊 你读诵经典 有些时候就会产生这些感应 但是我们不能执着 一执着 就不叫善境界了 佛经里边反复说 所以有境界 你不管境界会再一次来 越来越多 你要执着就没有了 这本来是好事 但是我们没有经验 我们不懂 所以呢 好事不能继续了 从此以后 你不要管它 继续诵经 慢慢的会 还会来 而且会抢 你不要有求的心 它来的时候也不是你求来的 它自然会出现的 这些种种的境界 在初级层次 初学佛的人呢 就比较多 以后学身的时候没有了 如果再有是更深的境界 更加微妙 更加广大的境界 任何境界都不能执着 来就来 没有就拉倒 都不求 因为呢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境界呢 是有违法 都是生灭之法 没有必要执着它 好 下面呢 还有一段 我们再来把它讲完 四 云和修行 三大人将 一 如来往昔 做凡人时 不害众生 舍杀生想 不行仗储 一切仗器 稀补叙止 恒生惭愧 修习慈悲 如来往昔 也是一般人呢 跟我们一样 就是修行人 慢慢地 然后 有了戒定会 逐步地 最后才成佛 但是如来往昔 做凡夫的时候 第一不杀生 舍杀生想 根本就不想杀生 不准备任何杀生的器具 因为就没有杀生的想法 像菜刀之类 它是切菜的 绝不会拿它去切别的动物 而且呢 常常生起惭愧 因为我们一不小心 就会伤害到生命 好比说 有一次我感觉到背后 有一点痒痒的 自己也不知道 上手摸了一下 结果一看 一个小虫子 被我弄死了 那当然就有惭愧心 因为不知道啊 我痒痒的 我没有认为是虫子 所以摸了一下 结果把虫子给摸死了 所以修行人 经常生惭愧心的 这样实实处处的 来修习慈悲 慈悲才能够逐渐的增长 二 极业高远 不可思议 生死无量 乃至一生补处 一生补处啊 也叫最后身菩萨 补处菩萨 是准备要后补佛位的 类似于现在的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现在的都率天 所有的佛在成佛之间 在都率天 观察时间 等待因缘 等到释迦摩尼佛 离开这个 娑婆世界 不是地球 地球上 释迦摩尼佛已经 视线涅槃了 那个硬化身的 视线涅槃了 但是不等于 离开这个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 现在仍然是本师 释迦摩尼佛的道场 他的报身佛 可没有视线涅槃 仍然在讲经说法 在什么地方 在色界天的最高一层天 叫色究竟天 在那里讲经说法 为什么人讲经说法呢 为大圣的菩萨 地上的菩萨 登了出地以上的菩萨 所以登了出地以上的菩萨 如果往生的话 就可能往生到 色究竟天 然后面见本师释迦摩尼佛 如果没有登到出地 想见本师释迦摩尼佛的报身形象 是不可能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往生极乐 往生极乐以后 莲花打开了才能出来 出来以后才能到四方 去拜佛 如果在莲花里不能去 要想能够 莲花到了极乐世界 就是打开的 那么就要开悟 花开见佛物生 上品上升 做金刚台 那就没有这个过程 莲花本来就是打开的 因此到了极乐世界 你想来看本师释迦摩尼佛 马上就可以来了 除了这种情况 你都要在莲花里继续待着 待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出来 出来才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极乐世界的众生 有报德的神通 不用你修 然后可以飞行释放 有人说极乐世界 早晨拿着天上落下来的花 去供养师父 然后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 饭是惊醒 怎么会那么快呢 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那是因为我们对时间的概念 有一个误会 极乐世界的一天 等于我们这个世界的 据说是一大节 还不是一小节 一大节 那时间长的就很难计算了 因为一小节 一千六百八十万年 后面要加个万 二十个小节是一个中节 四个中节一个大节 所以早晨在极乐世界 那一早晨 那时间可不是现在 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一早晨 当然可以到十方世界 去供养祝福 积业高远不可思议 修行的这个善业 是一点一点集起来的 我们轮回 从无量矿界以前 一直积累到现在 这个数字无法计算 因为前面轮回 它没有头 没有开始 多少 无量无边 从我们往昔 发心修行的那一天开始 到现在 我们时间很短了 因为 能够到达出地的菩萨 已经修满了一个阿僧气节 修行要靠三个 三大阿僧气节 到出地才是第一个 后面还有两个 那我们现在根本没有登出地 修极善根载自粮位 要一万节 然后慢慢的再往前修 到我们开悟的时候 一大阿僧气节过去三分之一 而已 现在我们没有开悟 所以还在这三分之一里边 所以我们差不多都属于初学菩萨 不是九学菩萨 都是小菩萨 不是大菩萨 但是我们的资粮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的 就像我们往昔造业一样 是一点一点集聚起来的 虽然生死无量 由于我们这样积攒我们的道粮 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像弥勒菩萨一样 后补佛位 有一天我们也在兜率天了 下世人间等着姻缘 释迦摩尼佛报身 如果是涅槃 那么弥勒菩萨就下生了 下生了以后 龙华三会 开三次大的法会 把释迦摩尼佛的遗法弟子全部就镀干净了 三 下生人间得三大人像 一者足根长 二者指仙长 三者泛身原指 这是把佛的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只从三个方面来表达 佛的脚非常圆满 有的时候我们不仔细看 我们也没有看过 我们只是从造佛像的经典上 我们会知道 或者看其他人画出来的佛像